8月30日早七点左右,北京地铁十号线上,一男子霸占三人座位,穿鞋子躺上面睡觉,周围乘客提醒半天人无动于衷, 和旁边不忍心站座位的军人队伍形成强烈反差,其行为与网民不齿,请说视频,一方面,我们要谴责此男子的霸作行为,这再次反映一个事实,教养,与性别,年龄,学历,职权等等无关,教养,与家教,本性,涵阳,成长外在还境有关,是社会影响,家庭和学校教育,个人修养的结果, 有只在家庭中从校养成的行为的道德水准,最近有很多关于地铁站座行为的投诉,有把在地铁长椅上目中无人翘大腿,有的在地铁上横躺着睡觉,有的把地铁长椅当作自己家的沙发, 这些地铁罢座们,以为面对不认识的人没教养,耍无赖就没有风险,但是,人在做,天在看,在网络时代,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摄,传到网上汇聚起来的道德力量,是任何人无法操纵和左右的,耍无赖只会把自己淹没在道德浪潮, 因此,做人必须低调,守规矩,有教养,否则一不小心,就会上了新闻媒体的头条,成为全民批评的把子,届时,谁也救不了你们的卑劣行为,另一方面,我们要为我们的军人点赞,地铁中不忍心站坐,并笔直站立的军人,令人钦佩,军魂 体现在每一件件小事上,而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,正是军人在日常生活训练中,一点点养成的,皇上翻阅了好多军人日常地铁中的图片,结果惊呆了,在北京地铁八号线奥体中心站,一队军人笔直的站在车门两侧等车,而一位小朋友学着他们的样子,双腿并拢,双手垂直的站在队伍的最后, 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存夺军人排队等地铁的图片,刷包的朋友圈,站姿挺白,队伍整齐,不必多言,更无需标榜,良好的军人形象已经呈现出来,军人就该有军人的样子,这就是中国军人,军资竞章,做好每个细节,才能锻造成有灵魂,有本事,有血性,有品贝的军人, 在生活中严格自律,才能在战场上打胜仗,突围在北京地铁朝阳门站,一列军人整齐划衣,的排队上电梯的场景,军人就是这样,穿上这身军装,就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,像这样的感动每天都在发生,不久前这张图引起了广大网游的热烈评论, 一个兵,就是一个队伍,站的就是精气神,军人,在齐伯,中齐职,中国军人,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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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